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冲动购物者的典型特征 他们总是在购物的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 难以抵挡那股购买的冲动 冲动购物者常常在看到促销 折扣或现实优惠时失去理智 他们会不自觉地购买许多不需要的东西 这些物品最终可能只会被搁置在角落 甚至从未使用过 这种购物行为不仅让人满足于瞬间的快乐 更会让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紧张 假如你经常感受到这个折扣不买就亏了的心态 那么你很可能就是这类人 冲动购物的心理根源往往源自于一种及时满足的需求 在现代社会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消费者都被营销策略包围 广告和促销活动让人难以抗拒 然而这种及时满足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 随之而来的却是长期的财务压力和后悔 因此冲动购物者需要学会如何控制这种购买欲望 学会理智地对待每一笔支出 保持克制和计划购物是避免冲动购物的关键 首先在每次购物之前 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就应该放下它 列一个购物清单是另一个有效的方法 严格按照清单购买 避免被其他商品吸引 在购物时设定一个预算 这样可以防止因为冲动购物而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 另外 学会等待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当你看到某个商品时 不要立即购买 给自己一些时间思考 几天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商品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真的需要它 这样就避免了冲动购物 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还能让你在购物时更加理性 社交媒体的影响也是导致冲动购物的一大因素 看到朋友们在这新买的物品 或是受网红的推荐 常常会让人感到我也需要这个 但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适合自己 别人的购物选择也不应该成为自己购物的标准 记住 你的钱应该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因为一时的攀比心态 储蓄和投资也是克制冲动购物的一种方式 当你把钱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比如储蓄或者投资 看到自己的财务状况稳定增长 那种成就感远比购物带来的短暂快乐要持久得多 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自动转入储蓄账户 或者设定一些长期的投资目标 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管理财物 避免冲动购物 此外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当你周围的人都在疯狂购物时 你很难不被影响 因此选择一些不那么注重物质的朋友 或者参加一些不需要花费太多钱的活动 比如阅读 运动或者志愿服务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减少购物的欲望 有些人会因为情绪的波动而购物 比如心情不好时 用购物来发泄情绪 然而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和问题 第二类人 过度慷慨的人 过度慷慨的人 常常在生活中展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对他人的关爱和支持 他们乐于帮助朋友 家人 甚至是素微谋面的陌生人 这种慷慨无疑是值得赞扬的 然而这种无条件的付出背后 却隐藏着许多潜在的问题 特别是对自身财务状况的忽视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帮助别人时 无论是支付朋友的餐费 还是捐款给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行为常常会让你感到内心满足 然而 当你发现自己的钱包逐渐瘦下来 银行账户的数字不断减少 甚至开始出现财务困境时 这种慷慨带来的喜悦 可能会被现实的压力所取代 慷慨的人常常面临一个矛盾 他们不愿意说不 每当有人向你求助时 你总是感到难以拒绝 似乎这样做会让你变得冷漠无情 这种内心的挣扎 使得你在每次做出财务决定时 都会倾向于帮助他人 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需求 这种无法设置界限的行为 会让你的财务状况 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过度慷慨的人 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自我的财务健康同样重要 当你把大部分的收入 都用来帮助别人时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储蓄 甚至无法应对突发的财务状况 这种情况下 不仅你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 你的心理压力也会逐渐增大 最终影响到你的整体健康 在我们的社会中 慷慨被视为一种美德 但如果这种慷慨导致了自我的牺牲 那么它是否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呢 过度慷慨的人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认识到自我保护的重要性 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帮助别人 而是要在帮助别人之前 首先确保自己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 另外 过度慷慨的人常常感到孤独 因为他们习惯了给予 而不善于接受帮助 当你自己遇到困难时 你可能会发现身边的人 并不如你所期待的那样 给予你同样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会感到失望和挫败 进一步加重了你的心理压力 慷慨是一种美德 但它需要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内进行 当你的财务状况变得不稳定时 你的慷慨行为也会受到限制 这样一来 你的好意反而无法持续 因此 过度慷慨的人需要学会在帮助他人 和保护自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 并不容易找到 但它对于长期的财务健康 和心理健康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当你能够在慷慨和自我保护之间 取得平衡时 你不仅可以持续地帮助他人 还能够确保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 这种平衡 能够让你在无私奉献的同时 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满足 过度慷慨的人 常常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渴望通过帮助他人 来获得内心的满足感和价值感 然而 这种渴望如果没有得到合理的引导 会导致你忽视自己的需求 最终对自己造成伤害 你需要认识到只有当你自己处于一个稳定和健康的状态时 你的帮助才能够更加持久和有效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求助 朋友的借款请求 家人的帮助需求 甚至陌生人的捐助邀请 这些请求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都需要你仔细考虑 权衡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 做出明智的决定 这样 你才能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不让自己陷入财务困境 第三类人 缺乏财务规划者 许多人在金钱管理上 往往缺乏长期的规划 导致资金不知不觉的流失 他们不仅没有预算 也不会记录支出 最终让每个月的收入 在无意识中被花掉 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往往会忽略一些小额的支出 认为这些支出微不足道 但长期累积下来 却会对财务状况 产生巨大的影响 试想一下 一天一杯咖啡 一顿外食 或者一些小型的冲动购物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花费 其实每个月累积起来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了 很多人都会在 每个月月底的时候 感到前不知去向 这种无形的金钱流逝 常常让人感到困惑和挫折 因为没有详细记录 每一笔开销 他们无法明确的知道 这些钱到底花在哪里 从而无法改进 自己的消费习惯 这种无计划的财务管理方式 常常会让人陷入 一种恶性循环中 他们总是处于 一种月光族的状态 每个月的收入刚到手 就很快被花得一前二净 没有任何积蓄 遇到突发状况时 无法应对 让人感到非常不安 这种情况下 会让人对未来 充满不确定感 因为没有积蓄 生活没有保障 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此外 缺乏财务规划的人 往往也没有长远的财务目标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模糊的想法 例如买房 买车或者环游世界 但这些目标 没有具体的计划和时间表 最终只是停留在幻想阶段 他们也不会考虑到 未来的退休生活 觉得退休离自己还很遥远 等到真的需要考虑时 往往已经来不及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 金钱管理的混乱和无序 会对人的心理和生活品质 产生负面影响 缺乏财务规划的人 常常会感到焦虑和压力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 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来应对未来的生活 他们会担心 自己无法实现人生的目标 会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助 这种心理压力 会进一步影响到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金钱的流失 也让人无法享受 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 当我们没有计划 和管理好自己的财务时 很多美好的事物 都变得遥不可及 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积蓄 而无法去旅行 无法参加一些 有意义的活动 甚至无法为自己和家人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种生活中的缺失 会让人感到遗憾和失落 更严重的是 没有财务规划的人 可能会因为急需用钱 而陷入债务的困境 他们可能会借高利贷 刷信用卡 甚至卖掉一些 重要的财产来应急 这种情况 会让他们的财务状况 变得更加糟糕 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债务压力 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会对他们的人际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债务问题 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 和朋友间的误解 第四类人 对物质过度依赖者 当他们看到最新的科技产品 奢侈的名牌包包 或者耀眼的视频时 内心会生起一股 强烈的购买欲望 他们相信 拥有这些物品 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品味 更成功 也能够带来一种短暂的满足感 每次购买新物品 庞扶都能给他们 带来一种心灵上的安慰 填补内心的某种空虚 然而 这样的行为 往往导致他们花费过多 经常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 他们可能会因为购买奢侈品 而背上沉重的债务 生活质量因此受到影响 更糟糕的是 这些物品带来的满足感 通常是短暂的 新鲜感一过 他们又会陷入一种空虚感 迫使他们再次寻找新的购物目标 如此循环往复 让他们无法真正感受到 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物质的过度依赖 还会对他们的人际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 他们可能会因为过度 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 而忽略了 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交流 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 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被购物占据 无法真正投入到人际关系中 这导致他们的人际网络日益脆弱 失去了许多本应珍惜的情感联系 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可能受到影响 过度依赖物质来寻找快乐 实际上是在逃避内心的真实需求 每当遇到压力或情绪低落时 他们便会通过购物来暂时麻痹自己 却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这种行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使他们越来越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长期下来 他们可能会出现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 甚至影响到整体的生活质量 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 这些人往往忽视了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 无论是与亲朋好友共度的美好时光 还是自然界的美丽风景 甚至是一些简单而真实的生活乐趣 都被他们忽略了 他们的注意力被物质所占据 无法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内心的满足 最终 他们可能会发现 自己拥有的物品越来越多 但内心的空虚感却与日举增 这种物质依赖的行为 还会让他们失去对未来的财务安全感 过度的消费使他们无法积累财富 甚至会因为债务问题而陷入财务困境 当面临突发的经济压力时 他们可能会感到无助和焦虑 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 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人展示的奢华生活时 内心的比较心理也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和不满 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竞争的心态 试图通过购买更多的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然而 这样的竞争只会让他们更加疲惫 因为无论拥有多少物质 内心的那种不安全感和不足感依然存在 此外他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还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 当他们过于注重外在的形象 而忽视了内在的提升和技能的培养时 可能会错失许多成长的机会 职场中的竞争不仅仅是外在的比较 更需要内在的实力和能力 当他们将注意力过多的放在物质上时 可能会忽略了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未来的成就 这些过度依赖物质的人 往往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忽略了真正能带来长久快乐的要素 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购物上 却未曾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真谛和内心的平静 这样的生活方式 不仅让他们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 也让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受到影响 最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追求的幸福 并不在那些华丽的物品中 而是需要从内心去寻找和发现 第五类人投资无知者 投资无知者常常面临的挑战之一 是容易被高收益的诱惑所迷惑 他们可能会被那些看似轻松赚钱的机会吸引 忽视了其中隐藏的风险 例如一些所谓的专家或朋友推荐的投资机会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 但实际上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潜在的问题 投资无知者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掉入陷阱 导致财务损失 这些人往往缺乏基本的投资知识 对于市场的运作和风险的认识不足 他们可能不了解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也不知道如何评估一个公司的财务状况 这种无知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投资选择时 缺乏判断力和决策能力 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 做出错误的决定 另外 投资无知者常常忽略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他们可能将所有资金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投资标的上 没有进行风险分散 一旦这些投资标的出现问题 他们的整个投资组合就会遭受重大损失 这种行为不仅增加了风险 还可能导致资金的严重损失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投资无知者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他们可能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感到恐慌 做出不理智的投资决定 例如当市场下跌时 他们可能会因为恐慌而卖出股票 错失了市场回升的机会 相反 当市场上涨时 他们可能会因为贪婪而盲目买进 导致高买低卖的情况发生 投资无知者还容易受到各种投资诈骗的诱惑 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于快速致富的渴望 设下各种陷阱 让投资者陷入其中 这些诈骗手段花样百出 比如非法集资 庞氏骗局等 让投资无知者防不胜防 一旦陷入这些诈骗 往往会导致资金的巨大损失 甚至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和家庭 此外 投资无知者对于市场的信息和动态 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了解 他们可能不会定期关注市场的变化 对于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动也缺乏敏感度 这种情况下 他们很难做出及时和正确的投资决策 往往会错过好的投资机会 或者在市场变动时措手不及 投资无知者还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对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缺乏正确的评估 他们可能高估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了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高风险投资产品 一旦市场出现波动 那么就会感到压力和不安 甚至做出一些极端的投资行为 导致更大的损失 这些投资无知者的行为 不仅对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 也可能对家庭和生活带来压力 财务损失可能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 甚至影响到心理健康 长期的财务困境还可能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让家庭和朋友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 第六类人 拖延症患者 拖延症患者常常在财务管理方面遇到挑战 这些人总是拖延处理重要的财务事务 结果往往是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忽视账单 认为这个月稍微晚点付也无所谓 但事实上 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是罚款和质纳金的产生 这些罚款和质纳金 看似微不足道 但累积起来会对财务状况产生显著影响 拖延症患者还可能会延迟偿还贷款 这不仅会增加利息 还可能会影响信用评分 进一步限制未来的财务选择 一个实际的例子是 某人可能因为拖延症而没有及时处理信用卡账单 结果罚款和利息逐渐累积 最终欠下的数额超出了原本消费的总和 这种情况下原本可以避免的支出却因为拖延而不断增加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拖延症患者需要认识到 财务问题并不会因为拖延而自行解决 相反 只有及时处理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解决拖延症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个系统化的财务管理计划 这个计划应该包括定期检查账单和财务状况 并设立自动提醒功能 确保所有的账单都能在到期前及时支付 另外设定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 可以帮助拖延症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 例如可以将每月的一天设定为财务检查日 这一天专门用来检查和处理所有的财务事务 这样可以减少因拖延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此外拖延症患者应该学会利用现代科技来帮助自己管理财务 例如现在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提供自动扣款服务 这样就可以确保账单在到期日自动扣款 避免因忘记支付而产生致纳金 还有一些理财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用户追踪支出 设立预算和提醒账单到期 这些工具都可以有效地帮助拖延症患者更好的管理财务 拖延症患者往往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认为只要晚点处理财务事务 自己就可以避免压力 但事实恰恰相反 拖延只会增加压力和焦虑 因为为处理的财务问题会一直存在 并且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拖延症患者需要学会面对和处理这些压力 而不是逃避 通过及时处理财务事务 他们可以减少因拖延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并且建立一个更健康的财务状况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拖延症患者应该培养良好的财务习惯 这包括定期检查银行账户 保持良好的记账习惯 每月设定预算并严格遵守 这些习惯都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管理财务 另外 拖延症患者应该学会简化自己的财务生活 例如可以减少使用多张信用卡 这样可以避免忘记支付账单 并且更容易追踪支出 总结来说 拖延症患者需要认识到 即时处理财务事务是避免损失的关键 他们应该建立系统化的财务管理计划 利用现代科技工具 并且培养良好的财务习惯 这样才能避免因拖延而产生的罚款和支纳金 减少额外的支出 建立一个更健康的财务状况 不仅如此 拖延症患者还需要自我激励 认识到及时处理财务事务的重要性 可以通过设立小的奖励机制来激励自己 例如每次按时支付账单后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 这样可以增加动力 此外 找到一个财务伙伴或导师也是不错的选择 他们可以提供支持和建议 帮助拖延症患者更好的管理财务 拖延症患者还需要学会如何分解任务 很多时候 拖延是因为感到任务过于庞大而无从下手 将大任务分解成小步骤 可以减少压力 使得任务看起来更加容易完成 例如处理财务事务可以分为检查账单 确认支付金额 设置支付计划等小步骤 逐步完成 拖延症患者也应该学会如何应对突发情况 例如 尽管有再好的计划 也可能会遇到突发的财务问题 这时候他们需要有应急预案 例如建立紧急储备金 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 即使遇到突发情况 也不至于影响整体的财务状况 第七类人 过度自信者 过度自信者往往是市场中最危险的投资者之一 他们坚信自己可以轻松战胜市场 无论是股票 房地产还是其他金融产品 都会尽可能的投入大量资金 希望获得巨额回报 这种自信通常来自于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 然而这种过去的胜利往往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使得他们无法看清市场的真实风险 在高风险投资方面 过度自信者会无视市场波动的潜在风险 他们认为自己对市场有足够的了解 可以预测下一步的走势 因此敢于进行大额投资 然而市场风险无法被完全预测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投资者也难以做到万无一事 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 这些过度自信者往往无法应对 结果就是承受巨大的财务损失 此外这类人对于借贷也抱有过度自信 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借贷迅速实现财务自由 于是大肆借款购买奢侈品或进行高风险投资 他们忽略了借贷背后的风险 认为只要自己能够赚到钱 就能够轻松偿还债务 然而一旦市场发生变动 收入减少或投资失利 他们将面临无法偿还债务的巨大压力 最终可能导致财务崩溃 过度自信者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他们不会去听取专家的意见 他们坚信自己的判断 认为专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自己 他们独断专行 不愿意接受外界的建议和帮助 这使得他们在做出决策时 缺乏全面的考量和风险评估 当问题出现时 他们往往难以迅速调整策略 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 市场风险的不可预测性 使得过度自信者常常陷入困境 他们低估了市场的复杂性 认为自己能够完全掌控局面 这种错误的判断让他们在市场波动中处于劣势 当市场状况不如预期 他们会惊慌失措 因为没有做好风险应对的准备 损失会急剧扩大 这类人也容易忽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投资不仅仅是追求高回报 更需要有效的风险控制 过度自信者在投资过程中 往往不设置止损点 也不会分散投资 这让他们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 无法及时止损 结果是他们的资金在市场震荡中快速流失 导致财务损失更加惨重 他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也经常过于乐观 认为自己的收入和资产 足以支持高风险的投资和借贷行为 然而当市场状况发生变化 他们的财务状况便会受到严重影响 巨额的投资损失和无法偿还的债务 使得他们陷入财务困境 难以自拔 过度自信者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他们的自信让他们在市场中冒险 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和借贷 忽视专家的建议 最终导致巨大的财务损失 他们低估了市场风险的不可预测性 忽视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过于乐观地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 这些都是导致他们财务失败的原因 面对市场风险 过度自信者往往无法及时调整策略 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让他们在投资和借贷过程中处于劣势 他们不愿意接受外界的建议 这使得他们在问题出现时 难以迅速应对 最终导致财务损失扩大 这种过度自信 最终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市场出现波动时 他们无法及时止损 因为他们没有设置止损点 也没有做好风险管理 当财务状况恶化时 他们无法承受巨大的损失 因为他们过于乐观地评估了自己的财务状况 最终陷入财务困境 过度自信者的故事 是一个警示 我们应该从中学到 市场风险无法被完全预测 投资需要谨慎 借贷需要理性 忽视专家的建议 只会让我们在市场中迷失方向 过度自信 只会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承受巨大的损失 第八类人没有应急基金者 在我们的生活中 预料之外的事情总是无法避免 然而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挑战 有些人却因为没有应急基金而陷入财务困境 想象一下 如果某一天你突然失去了工作 或者遇到了急需大笔医疗费用的情况 没有应急基金的你将如何应对 这些突发状况可能会让你的财务状况 遗落千丈 甚至导致长期的经济压力 而这 正是没有应急基金的人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之一 应急基金的重要性在于 它可以提供一个经济安全的保障 让你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至于手足无措 这笔资金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失业或医疗费用 它还能在家庭紧急状况 意外事故或其他无法预测的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 很多人往往低估了这些突发事件对财务的影响 直到真正发生时才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因此建立一个合理的应急基金 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的财务计划之一 在我们的生活中 值出总是难以避免的 房租 水电费 生活费等 这些日常开销都需要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支撑 然而 一旦收入中断 这些开销将变得压力重重 应急基金的存在 就是为了在这些情况下提供缓冲 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的工作 或者等到你的经济状况恢复稳定 这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保障 更是心理上的安慰 让你在面对困难时有更多的底气和信心 很多人会问 应急基金应该有多少才够 一般来说 专家建议至少要有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用作为应急基金 这意味着 如果你的月支出是三万元 那么你至少需要准备九万到十八万元的应急基金 这样的金额可以确保你在短期内即使没有收入 也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 不至于陷入经济困境 然而建立应急基金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储蓄的习惯 并且学会合理规划自己的财物 首先你需要清楚自己的收入和支出 然后根据这些数据以来设定每月的储蓄目标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艰难 尤其是对那些习惯于及时消费的人来说 但只要你坚持下去 逐步增加储蓄额度 最终你会发现 建立一个合理的应急基金并没有那么困难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